水神技能图标3.8新地图情报优拉高光来了 原神日服玩家怒了 有关3.8的新地图描述来了 3.8是一张现实地图 你需要收集所有的宝箱 来完成3.8版本期间的所有任务 这张地图并不是金苹果 而是一个全新的岛屿 可能有奇幻主题 这张地图有一定的机械设计 这次地图可能是机械蒸汽朋克 主题 我们认为米哈游这是正在为封单做准备 优拉可能是这个版本重大事件的主角 我们相信它会有很多的出场时间 并且会有福卡洛斯彩蛋出现 近期原神又因为日服运营 请了一个三线男星做宣传而引起了热议 而且播放量还是刷的 毕竟播放127万 点赞却只有3000多 之所以刷热度 主要是因为原神在日服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流水没破亿了 以前平均1到2亿 现在6到7千万直接腰斩 再不想办法拉热度就完了 不过说实话 请一个严辅剧的三线明星来互动 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操作 今天在逛论坛时 发现又有不少玩家选择退游 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是老玩家 说实话 最近没新图确实有些无聊 而且4.0之前还没新五星 玩家们自然失去了新鲜感 有玩家觉得到了4.0就好了 但也有玩家认为 即使开4.0也会记 4.0开门一个黑丝腰男 再安排一个成语 图人 背刀 墨偶打成鸡岩 水神绑定白竹 剩下的丑道无法直视 地图再来几个下水道 比虚密地动更阴间十倍甚至九倍 自然退游的更多了 有玩家在论坛上放出来的水神命座天赋图标 已经确定是假的 毕竟现在就4月2日还有大半年 而且水神福卡洛斯的技能都还没半点消息 命座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呢 最后是玩家二创整活出来的大闲者年轻时的形象 第一眼还以为是风打哪个新角色呢 不过这个灯笼裤显得腿好短 也有很多玩家调侃说年轻时诋毁大闲者 中年时理解大闲者 老年时成为大闲者 大闲者 再带我们冲一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